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你们把它摘要下来 但是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我要你们特别注意填达这个问卷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的一些重点 好 那第一个我就要先感谢各位同学 参加这门课的问卷填写 那这门课为什么要填问卷 其实这门课它是一门全远距的线上课程 所以因为它是全远距嘛 所以其实你们不用来学校跟老师面对面的互动 所以这门课的课程规划 还有教材制作就会特别特别的重要 因为其实你们大部分面对的不是老师 而是教材本身 所以我就会希望同学能够特别针对于自己的学习成效 还有这门课的线上教材的部分啦 然后给我作为一个教材的制作者 还有你们的授课老师 给我一些回馈 让我有办法有一些回应 让我可以去改进这门课啦 然后去精进这门课的 不管是教材还是课程规划的部分 那这是第一点 我要特别特别特别的感谢各位同学 花时间参与这门课的问卷填写 那第二点就是 这门课它会有 一共会有四份的问卷 四份的问卷 一学期啦 会有四份的问卷要同学填大 那今天 应该说这两周 开学的第一周跟第二周 我会有两份问卷 会希望你们可以填搭完成 然后另外两份 我会留到期末的时候 希望你们 可以再帮我 花一些时间再帮我填搭一次 题目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为了感谢同学 愿意花时间去参加 去填写这四份的问卷 因为它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那等一下同学就会知道 它其实问题还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有认真的填达完四份的问卷 那只要你有认真的填达完 不是乱填的哦 所以只要你有认真的填达完这四份的问卷 那我会帮这些同学 在期末的总成绩上面加五分 五分很多哦 因为你们大概知道 刚刚我们已经简介过课程 这门课 基本上这学期是不让你们去删除任何成绩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们可能会有三十次的小考 它都要计分 所以你有太多的零分啊 可能就不会像以前 可能你有听闻啊 这门课很好过 可能缺了一周两周三周 你还是会及格 那那时候是因为我有删除成绩 但是从这学期开始 我不会让你们删除任何的成绩 所以你们的学期成绩 就会是这些所有小考成绩的平均成绩 因为我们也没有期中考 也没有期末考 所以你们就要特别把握 这种很珍贵的加分机会 因为它不多 那就是四份问卷完成 我会 如果你都有认真完成了 我就会帮你在期末的总成绩上面加五分 就算不是我的授课班级 我也已经贞得另外一位授课老师的允许 那他也会帮你们加分 但如果你缺了其中的任何一份问卷 那很抱歉 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加分 因为这门问卷 我必须要你完成 四份都要完成 你的问卷才是有效的 不然我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拜托你们 如果你完成了第一份 就请你四份都一定要帮我完成 为你自己好 也为你将来的学弟妹好 那今天要你做的问卷 我先带你们很简单的看一下 那等一下问卷的连结会在 这个影片的最后面 我才会给你连结 因为我希望你很认真的看完这段影片 然后注意一下 我要提醒你的每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今天就带同学稍微 很快的看过去 你们今天应该说这两周 必须要完成的前两份问卷 那这两份问卷 你记得哦 你必须要在下一周 摆放教材之前 当你开始去看下一周 我摆放的教材影片 还有开始去完成 下一周的计分测验之前 你就必须要先完成 这两份问卷 它才会是有效的 所以拜托 拜托各位同学 不要等到下周的作业做完了 你才开始要去 做这两份问卷 这两份问卷 应该是要在 你进行这门课的任何 一份的教材 任何的课程之前 你就必须要先完成的问卷 所以请同学 这一周就花一些时间 去完成它 或者是你真的没有空 你要到下一周 才有时间的话 也请你在开始看影片 下一周的教材影片 然后去开始去做 下一周的测验之前 就先做这两份问卷 所以拜托 请同学帮个忙 务必要遵守这个规则 那我带你看一下 这两份问卷要怎么填 那第一份问卷 它比较短 它是有关于 自我规划与效能 这个问卷应该比较短 但它也会花你一些时间 然后也希望同学 可以认真作答 所以这是第一份问卷 所以你点入后 你应该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不管你 给我什么样的Gmail 其实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不会保留你的Gmail 那你就点入继续 然后这边填入你的学号 那因为我之前已经试作过 所以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作答记录 那你suppose到这个画面 你看到应该是空的 那请你就照实回答 你的学号 这是我的人员代号 因为我不是学生 所以我没有学号 但你suppose 你能够修这门课 你就应该是 淡江大学的学生 那所以请你填入你的学号 然后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 然后第一个问题 先告诉我说 你通常使用哪些电子产品上 线上课 通常使用 不要说你可能曾经有过经验 使用过一次手机 你就够它 那我比较想知道的是 你大多数时候 你是用桌上型电脑 还是你是用你的notebook 你的笔记型电脑 或者你是用ipad 还是任何其他的平板电脑 或者是手机 还是你有使用其他的设备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设备 那你就填入你所使用的设备 通常你用这些设备来上线 那这是可以复选的 然后第二题它问你说 我习惯在哪里上线上课程 那请你也照实填入 你可能有时候在学校 有时候在家里 那你就填两个 那你可能 不喜欢在学校上课 因为你觉得学校电脑不够好 那你可能在家里 或者是在咖啡厅 或者是你都不在这些地方 你是在你的上班地点 如果你已经有工作的话 或者你都是在公车上 你在捷运上上课的 那你就回答我 那这边勾完之后 请你就按继续 然后就开始作答 那这边因为我都有事勾过啦 所以这个表单已经勾了 但你们拿到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空白的表单 所以请你就按照1到5 1是非常的不同意这句话 5是按照你的情况 你非常同意这句话 所以你自己依照你的感觉 依照你的学习经验 依照你对你自己的了解 然后去填这份问卷 那总共会有4页 那这是第三页 所以这个问卷填完之后 你就绞交送出 应该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份比较简单的问卷 那第二份问卷 它是关于线上教材 所以这份问卷就稍微复杂一点 它总共会有将近40题 那每一题都会有两小题啦 那就拜托拜托同学 务必要依照你的学习经验 然后来帮我回答 那这边的学习经验 跟这门课没有关系 切记哦 跟这门课没有关系 它是依照你这门课 之前的学习经验 尤其是你的大一大二 英文的学习经验 所以如果你觉得大一大二 可能大一的实习课啊 或者是大二的 老师有给你一些 线上的补充教材 或者是老师有教你去看 线上的一些影片 这些都是属于线上教材的范围 那你要特别注意哦 那就算老师都没有给你这些东西 那你应该也有用 MS Teams 至少上过几门线上课 所以就是依照你 在这门课之前 因为这门课你还没上嘛 这门课之前的学习经验 尤其是大一大二英文的学习经验 然后针对于线上教材的部分作答 记得哦 是过去的学习经验 所以这个 这份问卷你不要想说 如果我填都填很低分 老师会不会不高兴 千万不要这样想 我不会不高兴 我只希望你可以照你自己 真实的学习经验去回答 因为这份问卷 其实跟我们的课程没有关系 因为你根本就还没有开始 上这门线上课 所以如果你的学习经验很差 那你的给的分数都很低 那也没有关系 我也不care 我也不会因为你给的分数高 给的分数低 就影响到可能我对你的看法 或者是我去帮你特别加分或扣分 都不会 我只希望你能够按照你的学习经验 然后诚实的回答 然后认真仔细的回答 我每一个题目 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点下去 然后我这边一开始 也是会叫你填一些个人资料 所以请你也如实填 你的学号 请你就填上去你的姓名 填中文的姓名 你叫什么大名就麻烦你 也麻烦你如实的填上去 然后你今年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应该大部分都是大四 会有一些大三的 然后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你的学系 你是中文系的 你是资图系的 还是你是机械系的 你是数学系的 你是化学系的 Anyway你就是 帮我填上你的学系 然后按继续 然后这边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每一个问题都会有两小题 譬如说他问你说 线上教材提供个别化的回馈 那你同不同意这句话 所以不同意的话你就勾一 同意的话你就勾五 那特别注意 这边分成两个选项 第一个叫做互动教材 什么是互动教材 你要特别注意哦 它是有回馈 可以互动的教材 譬如说你可以点选 譬如说教材当中 他可能会让你点一个单字 然后他就会跑出他的解释 跑出他的例句 或者是他给你一个音档 你点进去他声音就会播放 他可能就会播放课文 那个是你可以跟教材有互动的 那个叫做互动教材 所以你如果只是看一部影片 然后那部影片它并没有 跟你有任何互动的机制 然后那个不叫做互动教材 但你如果是老师要你去做线上测验 然后你可以去填写答案 他会告诉你说 这题你做对了还做错了 那个叫做互动教材 或者是老师给你一个 类似电子书 你可以去点选其中的单字 然后知道他的读音 或者是知道他的解释 那个叫做互动教材 会跟你产生互动的教材 那所以我要你去回想 你曾经在大一大二英文使用过类似的互动性线上教材 然后你去想一想它符不符合这句话的描述 线上教材提供个别化的回馈 如果你不同意 那你就往左边按 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往右边 所以最左边是不同意 最右边是同意 好那第二个部分叫做影音教材 影音教材就是没有互动功能的教材 包含老师录制的上课影片 如果这个影片当中 他可能会中间有暂停 叫你回答一些问题 那他就叫做互动教材 因为他跟你互动 但如果没有那种状况 他只是单纯叫你看一部影片 然后他告诉你说 可能他去讲解这课的课文 英文课文 或者是英文的文法 片语的用法 那当中你就是一直在接受老师给你的资讯 但你并没有跟这个教材做互动 那这个叫做影音教材 那我要问你的就是 在你大一大二的学习经验当中 那你可能也会接触到这种 这种类型的影音教材 包含老师可能要你上 YouTube去看一些英文影片 或者是 老师可能在上课的时候 他可能播放一些声音啊 或者是他播放一些影片 或者是他要你上线去看什么样的 online的文章 那那种没有办法跟你做互动的教材 我们都叫他做影音教材 那所以请你就这两种教材 分别回答 针对这个问题去做回答 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有各个不同的 包含什么线上教材 让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 达成学习目标 那你再去回想 可能你在大一大二英文 你接触到的老师给你的课程 给你的互动教材 跟没有互动的影音教材 那它是不是有符合这句话的叙述 然后你再去做选择 那这总共有五页 这是第三页啦 所以这总共加起来 会有大概四十题左右 那拜托千万 拜托同学非常仔细 非常认真 非常诚实的 依照你过往的学习经验 去帮我完成这两份问卷 好 那最后我再稍微把那个重点总结一下 所以这一周跟下一周 在你开始进入到我们的正式上课之前 所以请你完成这两份问卷 那这两份问卷 你的思考的方式 它并不是针对这门课 而是针对你过往的学习经验 所以主要是针对你 曾经修习过的英文课程 包含在淡江大学 你上大一英文 上大二英文 甚至包含它的实习课 那你曾经有的这些线上教材的学习经验 使用这些线上教材 包含互动性质的教材 跟没有互动性质的淫教材 你的学习经验 然后你去依照你真实的经验 然后去填达每一个问题 所以请你在这两周之内完成 那这学习共有四份问卷 如果你四份问卷都好好的作答完了 那这学期总成绩 我会帮你加五分 那你要特别注意哦 我会请助教一份一份问卷的 大概看过去 所以如果你乱填的话 很容易就被抓出来 那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加分 还有特别注意 四份都要完成 那两份会在开学第一周跟第二周 剩下两份会在将近期末 这门课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才会再要求你去做一次 那虽然这些问卷都是记名问卷 但我并不会去 医合对说哪个同学啊 是给很高分还是很低分之类的 然后去帮你加分扣分 不会 我只希望你可以 如实的按照你自己过往的学习经验 然后去填达这些问卷 填很低分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都是在你开始上课之前做的问卷 这两周的问卷是针对你过去 在大一大二学习英文的经验 所以同学请特别注意 好 那就再次感谢同学 花时间把这部影片看完 也再次感谢同学愿意花时间 然后去把这两份问卷 然后认真的作答完毕 好吧 OK 好 那我们就 下周再见咯 下周还会有教学影片 所以你还会再看到我 这周就先这样咯 接下来就请同学 认真的帮我去填达问卷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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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